祝佛正法 忠忠尊 知智 福地我归宜 我以所行世人善 唯以众生愿成佛 祝佛正法 忠忠尊 知智 福地我归宜 我以所行世人善 唯以众生愿成佛 祝佛正法 忠忠尊 知智 福地我归宜 我以所行世人善 唯以众生愿成佛 好 那我记得我们上次是应该开始慢慢慢慢再开始介绍 唯士派的一些见解了吗 因为如果没记错我们上个礼拜很多是介绍到什么 到介绍什么叫做对于唯士派所叫做的二贤是什么吗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我们也知道说什么说 当唯士派说凡是除了凡夫 以我们以凡夫来讲他除了自争分以外 皆是错乱式的原因 也就有那种 我们那时候是不是想说他一定有一种外显的吗 他只要有外显的时候 他结合上什么 他是不是结合上说就有外境存在的 他是结合上最 他只要有几个习气一次的显现而让这一个心事有他 不同的功能 所以在这种根式或者显现外境的时候呢 都会掺杂什么 都会掺杂那种我之所留下来的习气 我之所留下来的习气的时候呢 让他对什么有对当看到瓶子或看到外境的时候呢 就是参进了或者混进了什么 就是外境存在的显现 所以他也会说什么 根式有了二显嘛 根式的二显是不是就存在这一方面呢 这个介绍完的时候呢 我们上次在介绍有一些有关于 他以维斯派所说对所知的两大分类嘛 对 我记得我们是介绍那两大分类 一个是他有什么 我们一般讲说 遍迹所值 一他起 原成实 所以以后是不是他也就是说 如果要对维斯派的 中央 或者他的核心的见解的话 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 就是说是 遍迹所值是无自信 依他起跟原成实是有自信的 这些什么呢 遍迹所值 依他起 原成实 这样的用词 我们只会在哪里听到 只会在于 维斯派 以及什么 随于且行 所以我们就说随为斯派的 这种中观秩序师 只有这两派的人会用这个文字 就是说遍迹所值 遍迹所值 依他起 原成实 如果我们还没有很清楚 什么叫做 这个这一派的所谓的自信有自信 都还没关系 先从什么 就记住说 遍迹所值是 无自信 依他起跟原成实是 有自信 我们都是从这一部开始 而先被口诀一样的 是什么的话呢 骗迹所值 是无自信 不仅仅是代表说 只是骗迹所值 这件事情是无自信 什么 是凡事骗迹所值 凡事 不是只有骗迹所值 是凡事骗迹所值 所以可以说什么 只要不是空性的常法 皆是无自信的 都是无自信 也同样 也不会有特例的 凡事无常 一定是有自信的 还是什么呢 凡事原成实 也一定是有自信的 我们用白话来一点 解释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说 真实 真正我们可以根据的 可以根据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无常 跟他的本身的 最终究的体性 就是这两个是我们最 不是好像虚构的 不是我样子 用分别心去塑造 或者安利出来的 这是真的实实在在 有分量的这两个 所以他是不是讲说 依他情况 无常 凡事无常 他是有自信的 凡事空性 也是有自信的 这两个以外的 来讲的话呢 都必须要是 依着无常 跟实际来讲 才好像编造的 或安利的 或在内心显现出来的 我实际找不到 这些东西的缘故呢 所以他变成什么 我们叫他说 叫无自信 他这边来讲 所以无自信就变得 有一点比较 以后我们去听到 跟中观 跟映成来讲 他的所谓的无自信 跟有自信 是不是变得比较粗了 比较容易了解 比较说 我们知道他是 依着一种 无常 跟他的究竟性质 以外的 这个为什么叫做无自信 因为他就说 他是仅仅由 分别心安利的 但是什么呢 他的仅仅由 分别心安利 跟上部的 映成派所说的 仅仅为分别心 又差了一大截了 是不是 可是跟什么呢 跟 金部中的笔的 仅为分别心安利 又有 有一点点的 不一样吗 金部中所说的 仅为分别心安利 大家还记得说什么 他是否决 有作用 无常这一分而已 这边没有 这是已经开始有说 有自信 无自信的 这个的 分 分类 但是什么 还不能到 映成派的那个比 我中间为什么没有说 秩序派呢 因为秩序派就不承许 他就从来没有承许 什么叫做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 他说什么 没有一件事情是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 对他来讲的话 只要有说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 这个词来讲 等于就像兔子脚一样了 就是没有的东西 可是我们之后面 我们到自信 我们会再详细的一点 跟大家解释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没有讲说 它为什么跟自信 派不一样 因为自信派不承认 或者不认为有一个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东西存在的 所以我们上次是 先简单的在维师派的观点来介绍了 所谓什么就是 骗记所值 以他起 原神石 还是不是 我们常常听到说 有些经书在维师派说什么 以他起 是骗记所值的 空 作为原神石 我们上次有讲的这样一项的话呢 这个骗记所值 说 不能 我是不是就想说 这个骗记所值 不是在指一个 某一个骗记所值来讲的 我们是在讲什么 假设的 一他起 这个瓶子 它是某一个骗记所值的空 这是哪个骗记所值空呢 是它的 它本身是外境存在的 它本身是 不需要依靠着 习气种子的这种显现 不需要依靠着心事 可以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 说法是什么呢 是这边所说的骗记所值 不是所有的骗记所值 就像我们说什么 我们也不能说 瓶子是 所值的空 或者它不是所值吗 它不是 我们讲说 以他起 是骗记所值的空 皆为原神石 不是说它都 凡是骗记所值 它都不是这些 这边的所谓的骗记所值 是什么 是所要遮止 所被无名 我值 所安立 这个分别性 所安立出来的这个呢 这个的空 或不是这个呢 是什么 则是原神石 所以我们只能说 瓶子 是无外境存在 没有外境存在 视为原神石 以一个瓶子来讲的话呢 那瓶子的一塌起是什么 这边的一塌起是什么 就是瓶子它本身 瓶子 它的骗记所值是什么呢 就是瓶子 它是无外境存在这一点 而瓶子的原神石 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 无外境存在的 这个点呢 就是它个个的瓶子的 好 看之后我们是不是就 接到了第二点的 就是说什么 就是它的另外一种的 对所知的分类 就是什么呢 就是做一种 也是跟 对不起 跟下部派所说的用词 是一样 世俗地跟圣义地 但是我们只要到 以维士派 或者大圣中义以上的 我们是不是说 它的圣义地的差别是什么 它所谓的真实意 所谓的真实的内涵 或者如实的存在的话 是变成什么 就是变成它的圣义地了 就跟它的空性是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 是不是也 参加后面也讲到说 了知如所有性的一切种子 或者什么 简责圣义的量 都在指什么 就是简责这个东西 外境存在于否 以维士派来讲 就是简责外境存在于否 等于是说简责圣义 因为我一般我会说什么 我们 这个有可能是我们老师 跟我们一样讲 我们说简责圣义的心事 不一定是只能说 是了知或者观察空性的 像什么 老师举了一个例子说 比如说有那种 随顺烦恼的 我执的周遭的见解 比如说撒迦也见 或者法我执中间的见来讲的话 这也是什么呢 这也是观察 或者说是简责 圣义存在于否的心事 为什么我们说他也是 简责圣义以否的心事呢 因为他在简责说 这个东西是外境存在 还是不是外境存在呢 只是他什么 他只是偏向了 去执着说 这个东西是外境存在了 所以如果有一个东西 实际是外境存在的话呢 他要可以获得 他要去可以证得 所以他还是有在什么 简责这个东西是 圣义存在于否 但他不是说什么 他不是简责圣义的量 因为他不是一个量 他没有办法透彻地去了解 所以上次我们是不是讲到说 圣义地的定义是什么 是在于简责圣义的量 而能获得的 而能得到的 这是量 他用量来讲 这就是圣义地的定义 那同样 其余的什么 我们所谓的世俗地 尽所有性 等等的 这一方的我们就说什么呢 我们这个或者说 他是不是上次还讲 对不起 我还有说什么 我们说 例如说 他讲说 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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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 还有什么 我们说 尽所有性 这一方就是分 一派的 一样的名词 看我们这边 要比较注意的 或者 小心的是什么的话呢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讲到 有一点点的 缘起站 但还记得我们说 在缘起站的最前面 他说什么呢 在于应诚派以外的派别 有些人是把缘起的正因 正因看成是相为因 有些看成不成理因 我们说这个相为因在谁 是不是在于为氏派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呢 因为他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央应诚派的认知是说 凡是缘起 则是无自信 可是 唯氏派是什么 是凡是缘起 则是有自信 刚好颠倒来讲的话呢 可是有些人会有 因为受到中安派的影响 会认为说什么 好像我们都说 凡是有啊 什么东西都是 皆是缘起 皆是缘起 以唯氏派来讲的话呢 他对缘起的概念 就没有这么广了 这也是什么 是从梵文上面的来讲 因为他们对梵文的这个用词 有些什么是 缘起是什么 是由因缘而生起的 是因为 维氏派对于说 缘起的说法或认知是什么 就是由因缘而生起的 所以他就认为说 缘起就是一塌起的 只有一塌起的东西 才是所谓的缘起 它不是万事万物的 它这个用词 我们以后在经典上是什么 它比较广 就是由因缘而生起的 而中弯是什么 它是由因缘而起 就是由因缘而有的了 它变更广了 所以它是凡是所有的 或者存在的 才是缘起 所以我们可以 要小心在于 维氏派是说什么呢 凡是缘起 当然一定是一塌起 凡是缘起 也一定是世俗的 但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反过来说 凡是世俗 皆是缘起的话呢 这个就是以缘起来 以维氏派来讲的话 它对缘起的概念 还没有这么广 它的缘起就是什么呢 就是只有 因缘而生的 所以你说缘起 难不难了解 从初分的一种缘起来了解 它不难了解了 就是说 只要有 可以了知 由因缘而生 或者由因缘而有的 这样子来的存在的概念的话呢 等于是说 有了解了 或者有知道了 缘起的某一层 就是大部分我们以前 对缘起的概念 应该都是 对像维氏派的 这是缘起就是认为说是 由因缘而生起的 可是这个跟中关 我们后面讲的中关派的缘起 来相对的话呢 这只能是说是 一小部分 或者一个片面的 对缘起的了解了 这是我们 我应该说 我上一个班 应该要跟大家讲一下的话 这个有可能对 想说对大家会比较有理清 或者会很多次 很容易把 中关派的见解 拿来用维氏的套用 或者把维氏派的见解 套用在中关派的时候呢 那之后 到最后是什么 它变成自行一派了吗 它跟完全是 非世物中义以外的 所以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上次不是用那个 世青菩萨的用的 如果有第五宗的 见解的话呢 这就不是佛教的见解了吗 就是说 如果有三宝以外的另外一个 以及有四宝中以外的 另外一个见解的话呢 这都不是所谓的 佛教里面的所称许的 好 那大概是 简单的复习之后 我想说好像刚才 大概有一两个问题的话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 想问的那样子 简择胜利的量 如果执着它可以获得世俗 我们称它是我值 那请问为什么 这个我值一定是遍际的 不可能有居身的 因为 因为这个关键在于 我重新 表达一下 大家可能有没听清楚的 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 这个来讲的概念来讲 应该是在于 很多很多人的讨论 跟来讲说 这个是不是一定有 可是我跟大家讲的是 普及的概念的话 认为的话 我说 以像我的老师本身来讲的话 他说 我也有一点倾向这种概念 是说 他认为说 就是世俗的东西 可以被简择胜利的量 所获得来讲的话 老师说 这根本不是我值 这根本连我值都不能算 为什么他说 我值不能算呢 这个是老师在 应该算跟别的人 在寺院当中的 与众不同的说法 因为他说什么呢 因为不管他是骗记的 这个是 老师在中关有一派的 有一个 他做的一个解释 也刚好是 老师最近在我说 有机会要帮他重看 和重翻 也跟大家讲说什么 刚好是看到 刚刚的这一段的时候 我先把 应该这样讲 大家以后 如果看到别的经典 或什么有不一样 不一定是 因为这边没有说 一定就是 我们要一直在跟 好像我对 别人的概念是错 这个从来 老师也一直在跟我提测 是说 不是这样子 而是我们的 认知或简责 我先把老师的 说法跟大家讲 再把 跟很多的 另外一种说法 什么 因为老师我认为说 不管是 骗记的我值也好 聚生的我值也好 他所执着的东西 就这样一个东西 你不能说 骗记我值所执着的 聚生的我值不执着 聚生我值的所执着 骗记我值有 另外一种执着的话呢 是我一直跟大家讲 以前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我是受到 老师的那种的 教导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差距 产生的话呢 就变成什么 有一者里面 才是真正的 所谓的究竟意 另外一者就变成 不是究竟意的嘛 因为他所执着的 那个反面的执着 有出细的 有不一样的 那有不一样的 产生的时候呢 这一个东西 所执着的不存在 或者空的话呢 你怎么可能说 它又是同样一件事情 因为他所执着的 就是不一样了嘛 就是执着的 就不一样的时候 所以老师会认为说 执着世俗是 圣意的量 能简直而获得 这个东西的空啊 这个不存在 不是空性啊 不是空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你破斥 巨生 巨生我执的 所执着的时候呢 你没有了解 刚刚以上的 那个我执的空吗 因为这个是 你说他那个东西 不是空性 不是一样的执着 所以他老师认为说 那只是一个 骗迹的执着 不是骗迹的我执 不是骗迹的我执 它是骗迹的一种执着 但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老师的说法 是跟 在钟纳斯的 《入中论善险秘书》的 第六品当中 有一句话 类似 有说这是叫 骗迹的我 好像有这个 他是 在《入中论善险秘书》 后面有讲说 此执着为 骗迹的我而执着 骗迹的我而执着 他老师的 概念就认为说什么 骗迹的我而执着 是什么意思 不是 这一个心事 或者这个 骗迹的执着呢 去执着的我 而是说什么呢 是以 骗迹的我为 基础的当下 才会去执着的这个 一个东西 是这样讲 所以 有的确有人 有刚刚的问题的说 这个是不是我值得 来讲 这个在学者当中 就有一派的认知说 刚刚以上说的那个 就根本连我值都谈不上 但是这个是 少数的 我们跟 比较 老师做了很多的 简则来讲 一般的人说什么 我跟大家讲 一般就是顺着 《入中论善险秘书》 来讲的话 他讲 我们上次讲说 圣意简则的量的范围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以 维世派来讲的话 他就是说 在简则 说 这个东西是 外境存在与否 这就是他在 简则的东西 所以 他 如果 获得任何东西 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就 一定是要是 外境存在 或者不是外境存在 对不对 这个以外 他什么都没办法获得 所以也是在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你看 他是如何去获得 无外境存在呢 不是说他有 有获得 好像有一个 无外境存在 摆在这边 他去获得 是说他 简则简则简则说 假使 这个东西是 外境存在的时候 他一定会获得 但因为他 没有获得 这个是 外境存在呢 就代表说 他获得了 无外境存在 我们是不是 这是宗大师 一直在 他的 匹婆生 大家如果有机会 看着他一开始的 那个地方 他说 就像我们说 这个人他是 简则 东方是有水的时候呢 如果在东方这边 他没有 找到 任何一滴水的话 我们可以说什么 他获得了 东方是没有水 可是我们不能说什么呢 我们不能说 因为他在东方 没有获得水 就说呢 就没有水了 我们不能说 他在东方 没有获得水 就判断了说 他是 就水就是不存在了 可是我们可以 决定说什么 因为他所简则的 已经是这个范围的话呢 他如果 可以获得到 与否就是 他只能获得到 两件事情 就是水是有 还是水是没有了 那他因为他 没有获得是 有水的缘故 等于说什么 他获得了 水是没有了嘛 他确定了 这个时候呢 朋友们刚刚才说 这边来讲说 他在检则这个东西 是外境存在与否的时候 因为他检则的就是 圣意嘛 他在检则 他的旧经义的时候呢 他所获得的 任何东西是什么 一定是 是外境存在 还是就是 无外境 他获得的 无外境存在 就是什么 他没有获得 他是外境的缘故 而获得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说 瓶子 是可以 在检则 外境存在与否的时候 而被获得的话呢 是不是 间接的就代表说什么 你就说 这个量 可以获得瓶子 这个量 可以获得瓶子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说 瓶子是外境存在了 因为他不是在 检则瓶子 他是检则 瓶子是外境存在与否的时候 你说他可以获得到瓶子的话呢 你等于说 你这句话就是说 检则瓶子 外境存在与否的时候 而获得瓶子的时候 代表说他已经 正得或了解了瓶子 是外境存在的 这也很重要 我们以后在一个 说 在中观的时候 他会讲到一个词汇 也是说什么呢 尊者常常引用的 入宗论 入宗论里面当中 所谓的三种应成 或者三种正理里面 是讲说第二个 他说明言地 或者世俗地 不堪忍为 不堪忍为 简则的量所能 不堪忍为所获得 或者所简则 不堪忍为简则 这不堪忍为简则的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 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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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意的量 在简则世俗的时候呢 如果能获得 或者不能获得的 这个来讲的话 这边要堪忍 所以 在于简则 圣意的量 去简则世俗的话 他不会堪忍 接受不了这个挑战 所以 这边来讲的话 为什么在于 应成派说 他说什么 一切的东西是 不堪忍为 圣意的量 去检则 这当然是在 我们在中观会 比较说到 刚刚讲的 为什么说 这边来讲说 如果世俗 是 执着 为 这样子来讲的话 变成我值的原因 是这个 还有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要讲到这个 才会回到 中心的问题 说 你看 有说 在于说 有没有 圣意的量 或这个东西 能被圣意的量 去 去 知道 或者了解的话呢 它没有 一点点的 中意 或者没有 偷游原因 我不会 无缘 无故 就认为说 这个东西 是可以被 圣意的量 去了知的 这一定都是 偷游说什么呢 我已经有对 一种 中意的概念 或者有一种 老师也好 或者经书里面 所说的 而我再去 执着这个概念 所以 因为是不是 这个执着 在我的心绪当中 生起来 讲的话呢 都是后天的 所以我们上次 跟大家 有略略提到 是不是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说 骗记的分别心 不一定是坏的 大家以前会觉得 骗记的心思 都是坏的话 它不一定是坏的 是骗记的我执 骗记的烦恼 这一块是 因为是颠倒 可是骗记的心思 还有什么呢 它可以特有正确的原因 像我说什么 你看我说 例如说 我说什么 比如说 像我们 我常常以前举的例子 我说我们 台湾的人 就喜欢吃臭豆腐 还像上欧洲的人 喜欢吃 蓝莓起司 或者什么 等等的话呢 这可能是 很多 骗记的心思 骗记的心思 而来讲 因为它有原因 因素 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 同样 在欧洲的人 回来看过去的时候 他会觉得什么 因为为什么 味道是臭的 所以他认为是不好吃 或者我们去欧洲的时候 看到说是蓝莓的时候 看到里面是发霉的 发霉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以吃 这是我们后天的一些因素 或者概念 而去执着的时候 这都是什么叫 骗记的执着了 而刚刚的 为什么说 刚刚的把说 世俗的东西 可以经得了 或者能受得了 圣意的量的 的减则 这件事情 的所有的执着 或者有这样子的 认知的这样子的分别心来讲 为什么是 骗记的我值 第一个我刚刚讲说 为什么 为什么说 如果世俗是 堪为 圣意的减则的话 它为什么是变成是 有我了吗 变成是有我的原因 在因为它变成有外境存在 和第二个 为什么它是变成是骗记呢 因为它是后天的因素 而去执着 所以为什么 好像我们绕了一大圈 大家有可能觉得说 可惜为什么讲 那么多的 一套的是什么 是第一个要解释说 为什么 若是世俗 可以堪为 圣意的量解释 它就变成是 有我的原因 是在这边 这是分两个阶段 为什么 是我值与否的第一点 第二点 为什么它是骗记呢 因为这不可能是 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人 是出生的 就会没有原因的 去这样子做 同样像我们 是不是常常讲说 就像之前在 毗伯萨中也好 金布中也好 维斯派也好 说 常 一 自主的 我值的话 什么是 我们兴趣当中都没有 大家不要讲说 我有常一自主的我值 应该 大家都没有 常一自主的我值 为什么 因为常一自主的我值 不管它是一个我值 还是不是一个我值 我是不是 以前有跟大家解释说 有两个不同的人的看法 可是 你要想说 我要去执着 有一个独立实体的我 它既是常 既是一 既是不关带的话 这样的一种执着来讲的话 除非你是后天的 某一些因素 加进去的话 它不会就是从无缘无故 就是有这样子执着产生 不会有 可是有一些是什么 无缘无故的说什么 有我值的话 有没有 那当然是有这样子的 这是有的 那很好 那因为我说我们 我想说这个刚刚的问题 它牵扯到了很多的中观 中观的一些的用词 它我们到中观的时候 我会再详细的跟大家讲 就是有一些的常常 因为应该说什么 像尊者常常引用的那种 入中论的名词 或者它有引用的 中论的一些寄送 我说是 如果没有一点点的中观的 没有一点点的中意的 的用词 我记得我们现在每次听他 讲课 他常常说 我每天思维这几个寄送 我每天思维这几个寄送 这个正理的话 可是说这个正理 或者这个的力量在哪里 大家有可能还不知道说 到底有什么 只有听说这个三个名词 常常引用 常常引用的说什么 是说什么 它说什么 我们来讲说 若是自信成立呢 则成为 圣意的量是它的坏灭的因 第一个 所以第二个说什么呢 刚刚讲的 世俗地变成可以堪忍 减则圣意的量的减则 还有第三个说什么呢 我们说 那种所谓的圣意的身 也变成不会被遮止的 还加上在入中论 自识里面就是说什么 那在于波尔经当中 所说的自空 或者说自信空的这个概念 又变成是不合理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 这边的用词 在了不了以上说章论 中大师的就是说什么 在中关派在这边要去破斥 这种所谓的自信存在与否的 还讲我们讲说 三正礼一经教 他用三个正礼 这以上的三个正礼 后面的经教是说什么 那如果这样子 波尔经里面所说的 所以也是为什么在入中论里面 就没有说 你跟波尔经相违背了 因为这个只是辅助的 真正的是什么 是三种正礼 所以在入中论里面 只有三个正礼 在入中论自识 越生菩萨在这个地方 才加上去说 第四个 你也与经教违背了 就是与经 波尔经相违背了 可是我说我们到中关会比较讲 可是因为他开始讲到 圣意的量 简则圣意 简则世俗的 这一种的名词一出现 等于是说 为是中关的很多的概念 就是一并的在这边 开始要讨论进去了 好 那我记得我们上次是 解释到这边的话 应该是到这边了 那我们 我们应该是在这里的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看到 有跟我这边的一样的 因为我想说 我还是跟大家用一样的稿子的话 大家可以比较知道 耶稣 我们已经讲到139页了这边 对不对 我们讲到139的 哪里的说是什么 我们说 我记得我们上次来讲的话 很重要的概念说什么 是 又是虚假 不一定皆是虚假而有的 是不是 我们就虚假 跟虚假而有 跟第十而有的 跟真地 又不太一样了 大家还记得我们说什么 地或真地是什么呢 以为是派来讲的话 就是原成实了 大家以后 我们在任何地方讲说 什么叫做真地 为什么有没有人 上次我们在这边讲说 真如 这种来讲的 或者说什么 他讲说 真迹 真如同意 真如 真迹 圣意地 原成实 法界 这些都是名词 如果从更容易的 去讲的是什么 就是 真地 我为什么是不是说 他们为什么 一直讲真地呢 他就说 他最究竟的那种的 本质 本性是 怎么样存在 就像 我说我是无常 或者我是人 这都不是真地 他们说 这不是真地 这不是我的究竟意 我的究竟意 是什么 我是没有 外境存在 这件事情来讲的 所以他叫 这只有空性 或只有原成实 才叫真地的 看这以外的 存在的 不是无的那种东西 不算虚假 是有啊 但不是真地的 是依着真地 而变化的 各式各样的 形形色色的 等等的 这叫什么 这我们才叫虚假的 这还叫虚假的 所以 虚假 跟虚假而有的话呢 是不是有一些差别了 为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 这要我们回去 回去想呢 说什么 我们刚刚 以 维士派的 基本的口诀 我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说 原成实 应该说 骗迹所值是 无地实有 对不对 跟 依他起 跟原成实 是自信而有 所以这又代表 说什么呢 如果是依他起 如果是原成实 一定是 第十有了 所以这代表 说什么 有没有有一个 既是虚假 又是 第十有的 东西存在了 我们再讲 又有一个虚假 但又是 第十有的 东西 大家 很重要一点 因为我们 开始讲 中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再过一个月之后 我们开始 讲中观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 再来问说 可惜你不是说 凡是虚假 都是第十有的吗 这个是 维士派的概念 这已经 不能再来讲 你把维士派的概念的话 你去问中观派来讲 他就笑掉门牙了 你问这种概念 是什么的话 根本不是 所以我是不是 以前跟大家讲 那个故事 我们在看 阿底霞尊子的 传记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去荆州 去拜见荆州大师的时候 荆州大师的 等于就说 我这个弟子 你虽然对菩提心 是很认真的 但是你什么 你这个见解 是断灭见的 因为什么 因为荆州大师 是持了 维士派的见解 但是 因为那时候 阿底霞尊子 那时候已经是晚期 那时候 纳兰陀寺 应该已经是 有一点的衰落 他是在哪里 他是算 纳兰陀寺 以及 比干嘛拉西拉 这是在靠近 金刚座的那一边 在金刚座 如果要再坐火车 大概还要再坐 四个小时 的一个 那边大学 在孟加拉的边界 那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他是由纳兰陀寺的学风 而带来的学习 他持的是中关 按中关里面的 应成派的见解 所以他去问 荆州大师的时候 荆州大师就说 你不要跟我讲 无地实 一切法无地实的概念 这个来讲 你 唯士派是不是认为说 你一讲无地实的话 是我们今天讲的 因为 一他起跟原成实 一定是地实有的 你跟我说一他起 原成实是有 又是无地实的话呢 我说这不可能有 如果我是用 卫士派的见证 我说你根本这个是 不可能有的 你又说一他起 又是有 有是有 但是无地实的话 我说你就是已经 消矛盾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什么东西 都没有办法 可以依他而起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如果是假使在那个状况来讲的话 中安派去问 唯士派的话 他一定说 你是断灭了 你已经是否决了 一他起跟原成实了 所以也还可以知道说 荆州大师为什么说 我这个弟子 虽然是对菩提心 有很努力 他有一些的学习 但是什么 对见解 他觉得说是 一塌糊涂的 这样觉得说 你就是入断灭见了 所以同样 如果以 唯士派的见解去 在问中关的时候 我们过一个月 大家说 前面不是说 明明 虚假 又可以用有虚假 又是第十有的 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是不是我第一个概念 都会问大家说 那到底你是要 跟我讨论是 唯士派的见解呢 还是你今天要问 中安派的见解 还是你要跟我讲 进步中的见解呢 因为你这样不能说 我就是要全部 那每一个人 每一个每一个的想法 都不太一样 他对于认识的见解 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说 就是之前这样讲 之前在介绍 唯士的 到之后来讲 所以我们现在 在讲唯士的话呢 他是认为说什么 有一个是不是 又可以是虚假 又可以是 第十有的 那是谁呢 这就是一他起的吗 一他起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虚假吗 因为我们是什么 说什么 如果是真谛的话 一定是原成实吗 所以虚假是 就包含在哪里 包含在骗迹所指 以及一他起这一方吗 所以一他起又一定是 第十而有的话呢 是不是代表就说 我们有一个 是虚假 但是第十而有的 可是我们能够说 有一个又是虚假 又是虚假而有的呢 那当然有 我们在那是什么 骗迹所指的 骗迹所指是 又是虚假 又是虚假而有了 那我们反过来 我反过来说的话呢 我们说 有没有一个 又是虚假而有 又是虚假的呢 我反过来问的 大家说 如果是虚假而有 跟虚假来讲是什么呢 我应该是这样讲吧 我们反过来说的是什么 如果是虚假而有的话呢 一定是虚假的 虚假而有是什么 是无第十嘛 没有第十存在的话 无虚假而有 只有在什么 就只有在骗迹所指 跟这一方才会有吗 所以在于他是虚假而有的话呢 一定是虚假 但是什么呢 如果是虚假 不一定是虚假而有 我们是这样子的反过来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我上个礼拜 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刚好是颠倒思维过来 我们说什么 若是说 若是虚假的话呢 不一定是虚假而有 但是什么 若是虚假而有的话 一定是虚假的 那我们现在要反过来说什么 若是真谛的话呢 一定什么 一定是第十而有吗 一定是第十而有了 是不是我们刚刚讲说 若是虚假 不一定是虚假而有 现在是变成 若是真谛 一定是第十而有的 为什么 因为真谛只有在于 原城石这一方 只有在原城石这一方的时候 原城石一定是第十而有的 可是反过来说什么呢 若是第十而有 一定是真谛呢 就不一定了 是谁 又是在讲谁 又是在讲伊塔奇的 伊塔奇是谁 是第十而有 但不是真谛的 因为为什么 所谓的真谛就是讲究竟义 究竟义 或者我们讲说什么 如所有性 就是如实的究竟的状态来讲的话 这才叫说 所谓的叫空性也好 或者真如真计 这边法性空性 所以特别的话 我们讲说 如果真的有对佛教的概念 有一点是 我说我们讲说 空性跟性空不太一样 我是不是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性空跟空性不太一样了 如果我们套用 现在用以维世派的用词来讲的话 我说什么 什么叫性空呢 就是我说万事万物是性空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无字 它不是无字 它是无地 它是无外境存在 它是外境存在的空 你这个性是什么 是在指外境存在的 这个的空 可是反过来空性是什么呢 空性就不是在指 瓶子 柱子 佛像 你我 空性在指什么 我就在指原成史的那一个东西 那叫空性 所以为什么说空性是长的 空性是长的时候 是在指旧经义的这些东西 可是性空是什么呢 性空是在万事万物上面 它都是符合了性空 因为它本身体性就没有外境存在了 可是我不能说瓶子是空性 如果是瓶子就是空性的话 我说我们对于了解空性 就变得太容易了 我要了解瓶子 我就了解旧经义了 我就了解真实的话 我说什么 我已经了解空性了 如果是这样子 当然我还没了解空性 我说如果变成这么容易的话 变成像我这样子的 也可以了解空性了 所以空性是什么 是只有在于旧经义 所以为什么他这边是会讲真迹 真的最后的那一个点 到最后 不是中间 所以我们说连瓶子是无常 瓶子是有 瓶子是什么 这些来讲的话 我都不能叫他的 这叫他的原诚实 也不是他的真实的状态 他的真实状态是他什么 真谛的最终究的 没有比这个更为究竟的时候的 这个道理才是什么 他的原诚实 或他的空性 在这边 好 那我们 上次要介绍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就准备 继续再下去的时候呢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是不是 应该来讲 我们这边的 要开始来介绍什么 我如果没记错 我们说是 他说 金部中 为世中 中关中 当中的秩序派 对于三十 和无哲的安利方式 都是相同的 是不是我们上次 有 拉利来讲的话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 在于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金部中说什么 金部中说 有没有三十 他会有三十 三十是有的 但是 是无偿的是什么 只有现在 他对三十的概念 比较什么 他说 凡是过去的东西 凡是未来的东西 都是什么 都是仅为分别心 所安利的 他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真实的东西 他是 仅为分别心 去安利出来了 这个在于什么时候 很大的一个概念 是什么 我们 是不是大家有听过的 在于中关里面的 我们上次说 八个大的 不共的 见解当中 里面有两者 一个说什么是 不承认 或者我这样讲来讲 在不承认 有自信的当下 也不承认 自正分 这是他第一个 来讲 简单来讲就是说 不承认自正分 这是中关应成派的 其中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什么 是不承认 阿赖耶士 这个来讲 其中里面的第三个点 还有一个什么 说什么 他承认 已灭是 事物 或已灭是无常的 已灭 就已经坏灭了 已经坏灭了 因为这个是对于 我们 所谓的 金部中 维斯派 中关继续 已灭是什么 他就等于说 这是过去了 已灭的东西 这是过去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 常法了 这是 骗迹的 这是我们 用分别心去安利的 他没有东西可以 可是 应成派他认为说 这叫什么 他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举了 对不起 他应该说 举了两个例子 他说 比如说我们说 十二元起里面当中 不是前前之 生后后之 对不对 前前之 生后后之 他说什么 那如果是前前之 生后后之的话 是不是第十一之 生第十二之呢 由生 而生老死 所以 死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不是也是无常吗 死 以死也是无常的话呢 就代表说 由生而生死的话呢 这也是因果嘛 他说什么呢 他说比如说 由灯熄灭 由灯熄灭呢 也是什么 因为是 由用尽了 由的 没有 由的耗尽 是使 灯熄灭 生起的缘故 所以灯熄灭 这件事情 也是无常的 如果你说 灯熄灭 是无常的话呢 那任何的东西 坏掉或者 不存在的话 这也是要是 无常的 所以这是 应成派 他的 不共的说什么 对于说 以面 这件事情 是无常的 以面是无常的 但是 我们现在还没到 应成派的之前的话 这边所谓的 三十 就是在于 大家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是什么 是 所谓的现在 应该说 无常也就是现代 现代式 所谓的现代式的话 也一定是无常了 所有的无常 就是现代式的 这样子 现在而有 不可能 有 仅为分别心 去安利的 这样子来讲 也是什么呢 所有的 凡是现代式的 或现代而有的话呢 也是它由因缘而生起来的 由因缘 所谓的这样 应该 我说 应该说什么 应该这样反过来讲 对不起 我说 应该所谓的 凡是无常 一定是 新生而有的 新生出来的 但是现代而有的话呢 应该不是无常 文高压就是什么 凡是 可以是 过去 是未来的这些东西 都是仅为分别心 所安利的 仅为分别心 当然也可以安利 现代而有的 现在有的东西 但是 无常 无常这件事情呢 只有在于 现在而有 它没有权利在于 过去而安利 过去而有的 也不可能 未来而有的 所以 我们说什么的话 以经步中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 色类学以前 讲了说什么 他说 以 以 经步中 以维斯通 来讲的话 他说 我们能不能讲说 有三十诸佛 像 过去所有诸佛 现在所有诸佛 未来所有诸佛 可以有 他说什么呢 可是如果是佛的话呢 一定是现在的 因为是无常 如果是佛陀 我们现在所谓的 佛陀的话呢 一定是现在 那你说 过去 所有一些诸佛 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用 以现代的时间 所关带 之前 有的这个佛 才是我们所谓的 过去诸佛 可是没有一个 又是 又是过去式的 又是佛陀的 这件事情 是没有的 是没有一个 不存在一个 好像又是过去式的 又是佛陀的 这些来讲的话呢 以金不忠 为式派 中观音程 他都不认为 这样子 或者我们简单做一个 总结来讲 什么就是 过去 因为是已经没有了 已经过去了 跟未来是 将要发生的时候 还没有的缘故呢 所以什么 它是不是就只能是 仅为分别兴趣案例的了 过去就已经是 成回忆的显现了 它等于说 过去就已经是 回忆上的显现 跟未来都还是在分别 只有在分别心里面的 这样子的时候呢 它没有办法用 现代进行式的东西 来看的时候呢 这些只有在长法里面的 大家有可能 没有办法来理解 我举以前的例子 你看 我说 如果我有钱 我有钱的时候呢 是不是 就是钱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一定是现在的 我说 我有没有钱 我钱在不在我身上 是在现在 可是我说 你看 我说 我钱花掉了 我钱已经花掉了 以进步中 跟维斯派来讲 说什么 这已经是过去 因为 我现在已经找 也说不出来的 我是不是想说 没有钱这件事情 都是长法的 就是这个 它是一种分别心的 或者我说什么 我过两天 我会有钱 现在都还不是 这是成真的事情 我过两天 之前 有一个人要给我钱的时候 但目前为止 这都还是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出来的 不是还没有真实的 还没有因缘而生起的话呢 是不是刚刚 我们用这个简单来讲 钱对我来讲 是 如果是无偿的话呢 它就是 现在而有 现在就要有了 可是如果是 我钱没了 或者我将要有钱的话呢 这就是过去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 过去也好 一个未来也好 这是有什么 是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 只可能在于 骗迹所值这一方 才会有的 还有什么呢 它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说 无遮 大家还记得 我们什么叫做无遮呢 无遮是 大家还记得 我们遮钱法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内心当中 陷起来的时候 是用一个否决 或者一个排除的方法来讲 陷起 像我们刚刚讲说什么 最容易可以知道的 否决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我没有钱啊 是不是你看 我们内心陷出来的时候 说什么 格西的口袋 什么东西都没有 它不是用一个成立的方法 陷出来的时候呢 这叫遮钱法 它一般遮钱法里面 我们可以分为说 无遮跟非遮嘛 是不是什么 无遮大概是不是 刚刚那个就是 纯粹是无遮 就它献出来 可是它没有代表任何的意思了 就什么 就纯粹在排除了 纯粹在遮止 比如说我说什么 格西不喝酒 对不对 格西不喝酒 或者说什么 或者说什么 像还有我说什么 比如说 有一些是 一样的类似的话 可是可能说什么 像比如说我说 格西啦 好像今天心情不太好 这个什么就可能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我们讲说什么 不是无遮而非遮了 为什么 我说格西脾气不好 这就是无遮了嘛 这就是无遮 就是它代表说 它永远都脾气不好 就常常生气 可是我说什么 格西好像 今天心情不太好 代表说什么 一般来讲 格西应该是 心情很好的一个人 可是今天怎么奇怪 他心情很不好 那样子 是不是就变成 这是 我虽然在否决 一个东西 可是我后面 要再说什么 我要代表 再引申出另外一个 这叫什么 这叫非遮的了 我们以后大家知道 凡是 这种 诸如此类的 叫非遮 就是这样子嘛 我们说 刚刚为什么 我刚才特别说 今天心情不好 就是说 一般他讲 他心情很好的一个人 今天没有 可是我说 他从来就没有 或者他本来就不是的 这都是什么呢 这就代表一个 无则了嘛 无则 所以 以上 不管是 金部中 为士派 秩序派都对一样 为什么他要提这个呢 因为匹伯沙中 的概念 他没有办法 认识这个 匹伯沙中认为说什么呢 凡是遮前法的东西的话呢 只有非遮 没有无遮的 因为他陷不出来 他认为说 好像没有个东西 给他陷出来 他如果是所谓的 存不存在的东西的话 他内心当中 要可以有一个浮现 出一个东西 你只去否决 只在排除东西呢 他等于说 这个是虚无缥缈的 这不存在的东西的 他只能说什么 他说 像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说灭地 灭地来讲的话 只要是金部中以上的话呢 灭地啊 涅槃啊 泄脱啊 是什么 是一个遮前法 遮前法里面是无遮 就是把烦恼这块去除掉 可是什么呢 在于 匹伯沙中的认知什么 这个也是遮前法 但他说什么 它叫非遮的 它要有一个东西 好像硬生生的生出来 是不是我们 也讲一个 这是对我们以后 在学为世 在学 中观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什么 是 凡是原诚实 凡是空性的话呢 它是 无则 它不是 非则 这是中大师的 一致的 教导的见解 是什么 是 空性的所了知 是如何了知 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在讲说 以 没获得 为获得 以 没办法 是什么 因为 在 我 检测 圣意的量 已经在检测说 这个东西是 外境存在 与否 的时候呢 当他 检测 不到 外境呢 就等于说什么 他 已经 了解 了解 或通达了 外境了 就 以 没有获得 外境存在 来通达 所以 这个东西 你说他有没有检测到瓶子 没有 可是他没有否决瓶子 因为 瓶子不是他检测的 范围了嘛 检测不是他检测的 范围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来讲 所有的 为什么这很 很重要跟大家讲 是什么 因为 一般我们对空性的了解 我是 忽然有一次在 在上课 跟 听老师 讲解 但我记得 应该在县关的时候 我忽然好像 了解说什么 因为我从这个之前 一直认为说什么 好像空性 跟我看到瓶子 一样的是 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说 这就是 空性 可是 只要有一个说 这是空性 好像我可以 硬邦邦一指的 这是什么 这是对空性的 如果以 维师派 我们讲说 这是对 原诚实 对外境存在的 就是这个 就是 那什么是把 我说 我可以指出 这个东西就是了 那到底什么叫做空性 就是 仅仅否决 那一个 存在的是什么 所以 他举的例子 是什么 我们在 《波尔经》 《金刚经》 说什么 他说 例如说 鹅是怎么 行走于 天空 或者虚空 天空来讲的话呢 它没有一个天空 实际可以踏到嘛 它没有一个天空 可以实际翱翔 它是在一个 无障碍当中 这样子翱翔的缘故 就是在说什么 它翱翔于天空嘛 它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天空 硬生生过来 让它这样 好像像我们爬阶梯似的 这样爬上去 它是在于 无障碍的 这样子翱翔的当中 就是说 它是翱翔于天空 一样呢 什么叫做是 通达于 无外境呢 就是 在检测 外境存在与否的时候 仅仅没有获得 外境的话呢 这叫什么 去通达外境 通达无外境 对不起 通达无外境 或者通达原城市 它没有 另外一个 东西来 辨证出来 或者认证出来 这个有这样子的话呢 这是什么 这是对空性的 骗迹所值的执着吗 或者我们讲说什么 是不是我们 常常听到 在《波尔经》当中 就讲到 十六空性吗 十六空性里面的 第四个 它是不是说什么 最大 因为我们一般人 最容易犯的是什么 是先对 外在的执着 因为我们看到的嘛 对外在 外在的之后 是什么 对我的内根的执着 在什么呢 在于内外的 那个好像两个 就是色根的那些执着 第三个 第四个 最容易是什么 空空嘛 对空性的是 这个东西 好像是十肢有的 或者这个东西 是我认为的话呢 实际上来讲 空性的本身的体性 也是性空 因为我们一般会觉得说 什么 所谓的 旧经义 它就要跟与众不同 好像有另外一者 在那边东西 可以给我获得的话呢 如果你说 无外境存在 就是有外境存在的话呢 这就是错误的认知了 错误的认知 但什么样容易说 把无外境的存在 只为有外境存在 就是我们说什么 认为说它如果是 非者 如果认为说 原成时是非者的话呢 就代表说什么 它好像有一个东西 要给它可以获得的 这个来讲 所以它为什么在这边 特别特别的强调说 以金布宗 维世派 中观秩序 对于无者 都是同样的一个认知 好 那我们 这个以上的话呢 应该我们是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来 我看一下 我们在 好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什么的话呢 我们看后面好了 因为它后面就 我以为我们知道后面 它说 因为这个来讲 它说 色等五境 五境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蕴 一般的五蕴 就是色 受 想行事 这个 色等五境呢 是非外在意 就是没有外境存在的 因为什么 因为五境是在 阿赖耶事上 供与 不供业的习气 习气之内 有内侍之实体 而生起的缘故 这什么意思呢 它是等于说 万事万物了 这个色受想行事 包含了 万事万物当中 来讲的话 都没有所谓的 外境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外境存在呢 因为在于 阿赖耶事的 上面的话呢 是我们常说 阿赖耶事 等于是说什么 是我们 造业 或者有业的话呢 我们主要说什么 业不是那个行动而已 业主要是什么 是那个心事 我们说业是一个心事 来讲的话 那个业不可能 永远存在 业它当 不是心事的时候 它会什么 它留下了一个习气 一个倾向 或一种能力 我们来讲说 什么叫做习气呢 这是我用 中大师的 对于阿赖耶事的 解释说什么 说这个心事 当要 坏灭的时候 它所留下来的 能力 这叫什么 这叫内在的习气 就说什么 就像 来讲说什么 你看是不是我们 中大师在这个经历 也用了外在的例子 他说你看 比如说 我们所谓的种子 种子 我们为什么常常讲习气种子 什么叫做种子呢 是不是这个花 快要枯萎的时候 他知道它为了要 可以再生成的话 它留下了一些种子在那边 是 它不是 一出生它就有种子 它是慢慢来讲 那个种子成熟 可以种的时候来讲 同样 是 这个心事还有 准备要灭亡的时候 它留下来的一个能力 这什么 在 以外在的种子也好 这也叫内在的种子 所以 也有所谓的 供与不供的业的习气是什么 不供的业是什么 就是 我们 大家 单独可以看到的 单独享用的 所谓的供业是什么 是 我们大家一起 合并的 或一起可以来讲的 这个来讲的话 实际来讲 我们说 有没有一个 如果去做 减则的时候 这以维斯派来讲 它没有所谓的 供业的 显现了 这是从什么 供与不供来讲 这个 供是来讲我们出分的 为什么我来讲 我一直在讲这个 来讲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 维斯说 不供的业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举的 那个例子 有三个 不同的人 看同样一个 一杯清水的时候 会有三种不同的显现 它也实际是这样存在 我们现在 举的例子 都不是说 它颠倒了 有些人认为是 认为是甘露 有些人认为是水 有些人认为是浓雪 可是实际上 就只是清水 不是 三个都是真实的 真实看到 和三个可以 都看到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 有它的不供的业 是它不供的业的时候 但是 是不是它有一个 什么的供业 三个会看到 同一杯的水 我不是说清水 就是同一杯的 那个湿且润的时候呢 是不是还要有一个 供的东西 在那边存在 我才会在 这边 或者 我说在 用我们的这个例子 来讲的话 我说 我们会在 七十亿人口 我们会有 这么少数的 四五十个人 我们在 同一个地方 聚集在看 同一个点 你没有一个 供业的 在这边的话呢 它也不会有 这个显现 但是在这里面 你说 这个的显现是 由谁而成立的 而由谁承办的话呢 我是不是说 你只要一挖到 一探讨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维斯派就没有 所谓的共同了 这是独一无二的 它就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呢 就像我说 以维斯派来讲的话 你看到的 我看不到 我看到的 你看不到 这是我们 去探讨 这是说 这是谁的习气 而化现 可是我说 我从来讲 我说 欢迎大家今天来 同一个教室 这是我是 我没有来 做简直 它不会否定 我说 因为我们大家 是共同在一个点 我说 我很高兴 看到大家 大家也可以 大家看到我 那样子 如果你说 那我看到的格西 或者是谁 看到这个格西 谁的成分比较多 这个时候就说 大家看不到 一个共同的 一个格西了 不要说别的 你们看到的 这个格西呢 我都看不到 虽然是格西 可是你们看到的格西 我也不知道它在干嘛 我也看不到它 它的形状 可是有一个辩论 或者有一个疑惑 大家会问说什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说 大家有没有讲到 会想到我在问什么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佛陀 也看不到我们 我看到的这个瓶子 我再讲一遍吧 是不是我刚刚觉得 如果说 我们大家看到的是 独一无二的 你看到的我看不到 我看到的你看不到 那应该也代表说 我看到的这个瓶子 佛陀应该也看不到 来讲的话 因为它如果有这样子 外境存在的话 这边来讲的话 维斯派就会有一个回答 它说 习气的化现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 镜上的习气所化现 一个是 有镜的习气的化现 和我们看到的话呢 都是由我的有镜的习气 我这个心是 所留下的习气而化现的 那佛陀所化现出来的时候呢 因为它不是由它习气而化现 它没有这个东西来讲 它已经没有习气了 以我们来讲 为什么它没有阿拉耶 是因为它的习气 它自己的习气种子 都已经 早就成熟了 没有这个的时候呢 它是什么 它是由 有镜上的习气的 成熟 它看到了 就是我们以后 举个例子来讲 或者我用比较实际的 这个例子大家可以说 比如说 我说 像我这样子凡夫 对于外境的显现 佛陀有没有看到呢 我会说 有看到 我再举一个 你看 佛陀本身来讲 他应该是 不会看到有外境存在 因为外境存在 是没有的时候 可是比如说 如圣法师 是对于外境的显现 佛陀会不会看到呢 他当然会看到 可是不是 佛陀看到说 有外境的显现 是因为我 我看到 外境的显现 这些东西是存在的时候 是有的 这个镜是存在呢 佛陀就会看到 不是他自己本身的力量 而去看到 这叫什么 有镜的 镜上的习气的显现 跟有镜上的习气的显现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差距在这边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透有在阿赖耶士 或者以我们 如果大家比较熟悉的名词 因为我们还没有介绍到 阿赖耶士是什么 在于十二元起用的名词的话 阿赖耶士就是谁呢 就是我们讲说 第三世的这个地方 第三世 出无名 第二行业 第三世嘛 是不是第三世 第三世是在指谁呢 就在指阿赖耶士的 以威士派 以威士派的概念 大家还是一样 就是说到中关 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可是以威士派 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第三世 是什么 是我们 因为世 跟果未世的时候呢 是在讲 因为世的这个地方吗 把这个习气 存在的这个心 或者来 安住在于 谁的上面呢 就是存在于 阿赖耶士的 阿赖耶士上面的 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以威士派的 他这边认知的时候 是以阿赖耶士 和我们上次 也有 略略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呢 说什么呢 按照 因为 他说什么 以 真相派来讲的话呢 他说什么 威士真相派来讲 设登武进 虽然非外境 仍可成立为初相 假相为师派主张 不能立为初相 以若有初相 则必为外境之故 为什么呢 他的意思 这边来讲 所谓的初相 是说什么 就是 如同 我可以看到 那个初分的那一分 存在的 我可以分开来 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 真相派是认为说什么 他有一分 他可以看到是 如实他所看到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他有一个说什么 我看到瓶子的时候呢 他可以把 看到瓶子 瓶子 他虽然看到瓶子 他也对瓶子是错乱 但他说什么呢 他看到瓶子 瓶子这一块是正确的 他看到瓶子是 外境存在的这一分呢 他才是错乱的 所以 他就说什么 我们看到瓶子 是外境存在这一分呢 已经是细分了 已经是 讲下去了 他的初分是哪里呢 就是瓶子是瓶子这一块 所以他有一个初分 可以说什么 他看到初分的这个相貌 是如实的 唯一是真相是这样讲 唯一是假相是说什么呢 根本没有初相 因为你看到瓶子 你就跟与外境存在 已经合在一起了 你分不开所谓的 好像初分的上面来讲 是一样的 不管是初也好 戏也好 全部都是跟在外境 混在一起了 看到的时候 也都是错乱的 所以没有一个说 他如同他所看到般的存在 这件事情 没有这样子存在了 他只要说 他是看到瓶子的话呢 都是有错乱的一分 里面在里面的 好 所以这以上的话 我们是对于说 先略略的去介绍了 什么叫做 维斯派对于静的 对于有静的地方 我们会准备要介绍什么 就是心事的 大家也知道我们上次讲说 有静或者聚静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前面的六四来讲 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我们以前在学心内 学这一堂课的之前 我们说什么 什么叫做根事 就是由自己的不共争上缘 就是它的主要的 与众不同的因素 是在于谁呢 是在于色根上面 而生出来的这些心事呢 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叫做根事 言 耳 鼻 舌 生事 到这边来讲的话 是五根事的话 是根事嘛 它意识是什么 它刚好是说 由自己的与众不同的 主要的因是谁 是由意识而生起的话 或者一根而生起的话呢 我们叫做意识嘛 是不是我们这边来讲说 比如说像神通啊 或者说什么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 我们是不是在 这边心内学讲说 此处所说的意线钱 非此处所说的意线钱 非此处所说的意线钱 还有谁 例如说于邪 于邪限量 还有谁什么 自证分 都是什么 都是非此处所说的意线钱嘛 此处所说的意线钱 什么是 紧跟随着根事之后 而生出来的这个的意识来讲 它叫此处所说的意线钱嘛 是我们在这边讲了 所以在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这一堂课的前身是讲 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一年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 不用我再复习 应该再讲 我们要探讨的 新的范围是哪里呢 是因为维斯派友要讲说 阿赖耶士跟穆纳士 所以我先把它全部快速念 我们说什么说 那因为随教行者主张巴士 是不是这个 这可以开始讲说 我上次说什么 我们在随教行跟随理行当中呢 只有随教行 它是不是这个词就是有一个 等于说我们讲说什么 是非者的意涵了吗 只有 唯有 或者随教行才会承认巴士 这代表说什么呢 随理行的是不承认巴士 这个还会说什么呢 随教只有在维斯派当中 谁是随教行呢 就是跟随于邪式地论的 比如说吴卓菩萨 世青菩萨 等这一边来讲 我们用于邪式地论为主张的 这个派来讲 他承认什么特别呢 他承认就近三秤 他承认阿赖耶士 承认有莫纳士这一块的 那随理行的是谁呢 我们是不是说 主要跟随者 像一名论的 跟随着波尔经 英名论的 这边来讲的 来讲的时候什么 法生论师 承那菩萨 等这个来讲的什么 是维斯派当中 可是他是随教行 所以他 因为这有什么特别 他说这个心事 是一直流续下去的 所以再怎么 他就一定 因为心事会 一直流续下去的话 他就承认什么 他承认就近一秤的 所有的众生 终究都一定会成佛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他就不会承认阿赖耶士 也不会承认莫纳士了 所以他是说 因为随教行者 主张巴士 所以他们认为 阿赖耶士 就是普特切罗的势力 随理行者 则主张 意思是普特切罗的势力 这是什么呢 我们 我把这句话解释完 我们再开 因为下个礼拜 因为他讲到阿赖耶士 这个词汇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说 普特切罗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讲 色类学说 人啊 或者我们先不要讲普特切罗 我们说用这个 比较粗分的人来讲 我们有分一个 假有的人 跟实有的人吗 我们有讲说 人可以有假有的人 实有的人 或者什么 假有的普特切罗 实有的普特切罗 假有的普特切罗是什么 就跟我刚刚讲 有一种像虚假的一样 是什么 是仅仅因为东西而因缘 而塑造出来的 所以它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大家 我们一般的 像我对大家的认知 我认识的什么 我是认识的 大家假有的张三 你们认识的假有的格西 为什么 因为你是透由我的心事 我的武运 安利出来这样一个人 可是他说什么 这不是等于说 不是用这个武运来判别 我是否是人 不是用这个来判别 那维斯派说 是什么判别呢 是他认阿赖耶士 他最终就 因为他为什么 因为他承认 有一个自方存在 有一个自方存在 承认的时候 他就 我可以说 这个东西叫佛像 这个东西叫花 这个东西叫人 他一定要有一个点 有一个东西 给我作为发源地的 他就像他说什么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说你看 我可以说 花神 不是 蛇 可是我可以说用 蛇的武运 我可以安利出 蛇的缘故 是什么呢 因为 那一个点 那个花神 本来就不是正确的 好像 最终究的蛇的那一块 那一个点 来去做的 所以呢 他们说什么 如果凡是一个人啊 他一定要有 他的一个石油的 他这个是什么 这只要是 中文秩序派 以下的佛教徒 都是一样的概念了 就是要从 外境上 从境上 就要有某一个点 我可以这个作为 发源 我可以说 这就是 好像 我们来讲 你可以抓到 那个最根换 是你看我们 一般的世俗的想法 都是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说 你看我们的病情 每个人都会觉得说 挖到 那个货源 就是 就是那个 那挖掉就没有病源了 可是明明 这个挖掉之后 可是有些人病又重发 为什么会重发 医生是不是就说 我也不知道 可是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来讲 就认为说 好像我挖掉 就不会有了 就是去除掉的话呢 那 以应成派 就不是真的认知 可是 在于秩序 跟维世的 就有点像 任何认知说 这个 不管我外在的 所有病 它终究还是要有一个 一个东西 我可以指说 这就叫做 那一块病了 所以同样一样 维世派 所认为的人 或认为的 普特切罗是什么呢 就叫 阿赖耶斯 或者阿赖耶斯的 这个延续的 这个序留下去的 那 以 承认阿赖耶斯 有这样子的话 那 法生论师 跟 陈纳菩萨 是认为说什么呢 他认为有一个 意识 有一个意识 我们说所谓 第六识 第六识 一定就是 普特求罗 不一定 可是 我们 大家如果有机会 有听到我们在讲 适量论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直在讲说 意识分别 意识分别的 意识是什么 因为我从 前世到今生 今生到后世 不是跟随着 我这些根世 我觉得 我分辨 是否是我 我是不是人 不是这些根世 不是我这些 短暂的意识 像此处所说的 一线前的心事 都不是我在这边 所说的 前后世的心事 所谓的前后世的心事 什么是可以 跨越的 就是什么东西 来让我延续 从前世到今生 这什么心事 延续到我从 今生到后世的时候呢 为什么 应该说 我们这边来讲 它有一个意识 是这样子 就是它第六识 有个第六识 为普特求罗 也是为什么 假象派的 或者 对不起 随教行的 为是派的 会承认阿拉耶斯的 原因就说什么 他说 其余的意思 都是短暂的 短暂的 可能是 时而有 时而无 但是如果 时而有 时而无的话 或者他比如 他是善或恶的话呢 就变成说 他是有时有 有时没有 那代表说 有时候这个人存的 有时候这个人不存在了 所以他说什么 阿拉耶斯是要一个 好像永远不断 不断的 可以这样 一直延续下去的时候呢 他说什么 阿拉耶斯是 无忌的 他是 无腹的 他是 无腹的 无忌的 他是什么 他是显而未定式 为什么他是显而未定式呢 因为你看 有时候我们什么东西 都没有办法了解 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呢 它还是可以存在 他如果有了解的话 我们永远是通达某一件事情 他说 没有这个 所以他有几个特征 是什么 他是 他是 无腹的 他是 无忌的 无腹的 无忌的 不是善 不是恶 不是有腹的 那什么呢 他是 在 心事当中 他是所谓的 显而未定式 可是这边 还有一些特征的话 我们下个礼拜 会跟大家讲 我们已经讲到 说 开始准备跟大家介绍 阿拉耶斯 跟莫纳斯 所以大家也特别 我说 有可能有些人 对于阿拉耶斯或莫纳斯的 问题或者想法 或者不知道的很多 随时欢迎大家来问 只要我 我一定会依询什么 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有 中大师的阿拉耶斯的注解 我会把 先准备那些来讲 跟大家讲 特别是 随教行的 维斯派 他是怎么样证明 或者用什么样的一个名词 或者正理 什么样的原因 说去证明出 有阿拉耶斯的话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 都会慢慢谈到 所以大家如果对 维斯派的 阿拉耶斯 跟莫纳斯 有兴趣的话 就是下个礼拜的 这个地方一定会谈到 什么叫做阿拉耶斯 什么叫做莫纳斯 也是因为大家 我们今天会比较准时 因为我说忽然台北 又变得很冷 又变得很黑暗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 早一点回家休息 保暖 不要感冒那样子 好 那我们就请回向了 愿消三丈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普愿醉脏 稀消除 世事常行 菩萨刀